这是很多人都没看过的柯兰特别片,柯兰深入敌后被蒙头挨着电击,醒来后却身在被拆迁的废墟,拼命求救也没人回应。 同时也是柯兰20周年经验特别制作,动漫与真人的跨次元合作,柯兰与海老丈。 柯兰正跟小伙伴汽车养生足球,突然一辆漏油的汽车从他面前飞过,柯兰一闻就知道有案件发生,立马坐上他的小滑板就冲了过去。 尼可曾见过一招从天而降的招式,柯兰直接脚踏空气,从空中落到了士林的汽车面前,然后将他的足球充满气装开了车子,自己也被震得飞了几米远,不过车子倒是勉强停了下来。 小样,就没有我停不下的车子,开车的是某集团的社长,他车子很明显被人动了手脚,小五郎还误以为是扣拦者的货,一阵卖萌后才发现搞错了事情。 社长一眼认出了旁边的园子,果然有钱人的圈子是不一样,原来他们都是在海老丈的表演上认识,而且海老丈还请过园子吃饭,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歌舞级大师。 社长一看沉睡的小五郎也在这,便想邀请他过去玩一玩,就这一段让我认识到社会地位的重要性,然后便把他们带到了表演大厅。 见到这位大师,原子小兰就跟小迷妹一样,结果他见到小五郎也是一个样,把一旁的原子羡慕的哭了出来,这家伙甚至还知道突然打败既得的事情。 谨慎听和小五郎通话,因为是汽车被人动了手脚,想叫社长在家里和警方交谈,话音未落,编剧竟然莫名被两人抬了出来,身体突然出了问题得送去医院,事态开样子在往不可控的地步发展。 报完警方便来到这里询问情况,昨天和车子有接触的就只有秘书,具体他在哪里社长也不清楚,只有去查看一旁的监控,然而突然被小兰拦在了门外,只有联系会员帮忙调查。 第二天总管来保管室查看的时候,面具居然被谁给偷走了,那可是昨天社长亲自运送的珍藏宝物。 与此同时,在一个夯道里发现了密案,小五郎这边也收到了消息,死者真是有嫌疑的社长秘书,秘书表面上看是勒死自杀,实际上很明显是被人操控发动机勒死了他。 奇怪的地方是,保管面具的箱子放在了车上,是想陷害他不成,保管室这边,警方也没采集到有用的指纹,只能说这个歹徒作案十分高明,突然独自一人来到地下停车场,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海老张先生,因为牵扯到整个团队,所以自己也想采与调查。 说时迟,那是快,点燃发动机就开了出去,柯兰头头是道地分析了一通整个案情,海老张直接都能猜出来,小五郎背后说话的人就是柯兰,毕竟两个次元的人,知道也无所谓,来到了编剧所在的医院,刚一来就看见他准备跳楼自杀,一个箭步冲过去就抱住了他,看到是海老张先生他才冷静下来,编剧由于剧本创作下的压力才想咨询短见,柯兰向他提出,接下来就交给自己调查吧。 两人之间也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协作,出医院后,一位记者看上了柯兰,正是这次表演的纪录摄影师,似乎也对柯兰的调查起了兴趣,而且还掌握着不为人知的东西。 柯兰向保安邀到了记者电话,还是想要询问他关于秘书死亡的事情,然后便来到了这奇怪的约定地点,刚打开门进来查看,就被一块黑布套在了头上,黑暗中的他还想挣扎,结果一阵电机的声音传来,整个人瞬间失去了反抗能力,就这样倒在了地上,手机也掉进了沟里,当他从昏睡中醒来,发现自己似乎身处某个地下场所,突然传来一阵莫名的震动,从声音来判断,应该是某栋正在拆迁的大楼。 手机遗失,就连侦探必赃的无法接通,现在已经无计可施,小兰试图联系柯兰,但一直无法接通,柯兰这边也一直在想办法逃离,幸运的是,在配电室发现了一些工具,至少看到了希望。 回员这边开始通过GPS搜索柯兰位置,真就找到了电话定位,柯兰这边已经通过不懈的努力,来到了一扇门前,才兴奋起来就发现门无法打开,卖力而又无助,他捡起石头敲击管道,试图引起外面的人发现,然而市中现场过于嘲杂,根本没人听得到这求救声,还第一次见这么绝望的柯兰。 另一边,小兰等人找到了手机这里,并向他打了一通电话,除了手机还发现了他的眼镜,一定是卷入了某几案件,开始向警方寻求帮助,小兰这边便想起了小兰的电话,一听到柯兰失踪,还老丈一把抢夺电话问起了情况,然后立马闻讯赶去,此时的柯兰翻遍工具箱,找到了能使用的电钻,希望又再次燃起,还真就转了一个洞出来,通过小兰已经能看见外面的楼梯,现在只需要再拖搭就行,然而转着转着电却没了,又再次陷入了无助。 幸运的是,通过这个洞接收到了外界信号,柯兰让他们速度去找拆迁的大楼,由于掉落的石块再次中断了他们的信号,众人联盟朝附近正在拆迁的大楼跑去,到了施工现场,还老丈英雄登场般叫停了施工,然后来到了柯兰被关在这里,他将一根钢尸绳挤了进来,打算用机器把门给拉掉,结果刚一用力,二楼似乎就快倒塌了一样,但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,一边用机器挡住他方,一边用机器救援柯兰,终于波云界日解救了出来,有惊无险地见到了大家 但不好的消息传来,拉格约见柯兰的记者已经发现死在了这里,现场还有破碎的面具,小五郎觉得是记者偷鸡不成反十八米,但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?所有人都还一脸梦的时候,大叔去说早已看破一切,还叫警方明天把所有人召集过来看他的名推理 柯兰都投来了不可思议的目光,回想起之前的经过,他似乎已经知道了谁是犯人,第二天如约而至,小五郎也开始了他的推理 结果犯人的名字才说了一半就被突然接盘,名场面虽迟但道,凶手就是看死和这一切无关的社长 他当然会以自己被害为由来反驳,但警方调查当时的刹车油只有那一段坡道才有 而且他护送面具明明有直路却绕道而行,油管也是早就被动了手脚 制造假的监控让警方认为他没动过车子,被盗面具的买家也被警方在机场找到 事已至此就指查最后的证据,当墙上放映着记者私藏的照片,他的犯罪记录暴露无遗 就此案件告破,小五郎又再次受到歌舞伎大师的膜拜